近期有众多国家国际组织政要和各界友人 在友好交流活动中公开表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台独分裂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记者会中指出 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纵容支持台独没有出路 以台制华必遭失败 王文斌在记者会中强调 事实一再证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是大意所在 人心所向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 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站在一起 支持中方反独促统的正义事业 王文斌说 少数国家的个别政客 在涉台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和个人秀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无论台湾岛内政局如何变化 都改变不了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改变不了国际社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更改变不了中国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纵容支持台独没有出路 以台制华必遭失败 王冰在记者会中强调 历史的大势不可阻挡 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 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必将得到国际社会 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而中国完全统一的一天 也终将到来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